我以前觉得他是很为人正直的 结果现在好像有点颠覆我对他的印象 表里不一那种感觉 日落秋天温差变大 年轻人对阿伯支持度变更大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政治现金假账案 金华城案连环报 让好感度直直落 甚至有小草直言 阿伯几年前就变了 从他第二次选市长到现在 我觉得是意料之中 他以前讲的话都在打脸现在的自己 那边人是支持他的 所以就是觉得他可能没有贪污这样子 觉得他是被害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 20岁以上国人只有29% 对柯文哲有好感创下历史低点 33.75% 32.1%是反感的 对比9个月前好感度还有40.5% 换算下来多达220万人好感蒸发 反感度更是增加了72万人 平均值剩下44.91度 至于政党支持度 民众党是12% 比上个月微幅下滑了1.8个百分点 国民党是持平 民进党则是35.5% 略微增加1.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时代力量逆势上扬3.8个百分点 来到5.1% 民众党现在只有在20跟24岁之间 依旧夺冠 25到34岁全部都被民进党超车了 钢铁小草是确实在流失当中 在我们站稳5%以及逼近民众党之前 我们不会太看重民调的数字 而是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 持续来监督执政党的所作所为 小草被形容在新岁边缘 民众党表示尊重民调结果 但也强调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 呼吁检调赶快提出具体有利的市政 不过这次民调 阿伯和民众党支持度下滑幅度不同 让人好奇 一人政党未来会不会出现变化 明星文综合报道 MOD自由选 自选50 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